大家好,面条别用水煮着吃了 今天用面条和黄瓜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美食 这种做法非常的解馋,营养美味,比拌面炒面都要好吃十倍哦 做法简单,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屎面条放在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用筷子先把面条焯拌均匀 把每一根面条上面都沾上一层食用油 把拌好的面条放到锅中,拌均匀 上面盖上盖子,开火蒸8分钟 接下来把洗干净的黄瓜切掉头发尾 再切成长段 把每一段黄瓜对边切开 再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的黄瓜,装在一个大碗中 往上面撒入一层食用盐 把它焯拌均匀,先给黄瓜入个底味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切成长段 最后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装盘备用 切点小料,葱切成段 再切几片姜 切好,放入小碗中 再放入几个辣椒段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改刀把它切成块 切好,放入小碗中 提前切好的五花肉 洗干净的豆芽 这时候我们的黄瓜也淹出了那么多水 把它取出来 挤干里面的水分 接下来另起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把五花肉倒进来 炒出多余的油汁 炒至五花肉微微发黄 有点出油 把西红柿加进来 继续炒拌均匀 豆芽和胡萝卜加进来 黄瓜也加进来 再来调味 生抽适量 蚝油 老抽提色 胡椒粉 十三香 葱姜忘记放了 现在放进来也不晚 少许的盐 充分的把它炒拌均匀 在碗里面加入半碗清水 上面盖上盖子 开小火炖一分钟 炖了一分钟 打开看一下 哇 满屋飘着黄瓜的清香 再倒入少许的鸡精 充分的炒拌均匀 接下来准备一个碗 先把我们炒的菜和汤 盛出来一部分 这时候 把我们蒸好的面条放进来 用筷子先把它炒拌均匀 把面条上面 都沾上一层汤汁 然后再把面条铺均匀 把盛出来的菜倒到上面 上面盖上盖子开小火 慢慢的把它煎一会儿 把多余的汤汁 全部都浸到面条里面 这样蒸出来的面条 更加的入味好吃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用筷子把它烤拌均匀 这时候里面的汤汁 吸收到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蒸的面条 非常的爽滑劲道 残力十足 比炒面卤面还要好吃哦 一道非常好吃的黄瓜蒸卤面 就做好了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面条爽滑劲道 吃着有一股黄瓜的清香 非常的好吃又入味 黄瓜吃着清脆爽口 里面加入的有胡萝卜 营养搭配全面 里面的五花肉吃着肥不腻 面条每次这样蒸 出锅瞬间抢光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动动您发贴的手 帮我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